《长孙无忌》 实在是太核实不破了 房玄龄与长孙无忌 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 房玄龄设计了玄武门之变的计划 但是不敢跟李师民说 房玄龄只能先把计划告诉长孙无忌 让长孙无忌把计划告诉李师民 房玄龄设计玄武门之变 长孙无忌向李师民提议发起玄武门之变 如果失败了 老哥俩都是死罪 玄武门之变成功之后 这对生死与共的兄弟 成了李师民的骨功之臣 在珍贯初年 房玄龄一直压长孙无忌一头 是朝中的首相 长孙无忌 由于妹妹长孙皇后的压制 一直担任为高权清的职位 长孙皇后与房玄龄的关系非常好 李师民一度罢免房玄龄的宰相职位 长孙皇后立劝李师民把房玄龄请回朝廷 长孙皇后弥留之际还交代李师民说 玄龄九世陛下 欲其既密谋 非大故 愿无致也 妾家以恩则尽 无德而路 亦已取过 无所书彼 以外期奉朝请足矣 李师民 长孙皇后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长孙皇后迷留之际 还在为黄玄龄说好话 还不忘打压亲哥哥 长孙无忌理解不了妹妹的良苦用心 就有了和房玄龄一较高下的想法 房玄龄表面上是忠后长者 不与长孙无忌较量 但是在背地里支持魏王李太 长孙皇后造次避寻礼法 一直钟爱迪长子李承贤 长孙无忌在储君问题上 一直力挺大外长李承贤 李太虽然是长孙皇后的亲儿子 但是得不到母后和舅舅的支持 所以跟母族略有嫌隙 李太为了夺敌 组建了自己的班底 李太的班底 核心人物是宰相陈文本和刘思岛 再加上柴令武和房仪爱两位驸马 还有围挺和杜楚克等大臣 除了这些 众臣之外 李太还以修壮阔地质为由 网络了一大批宝学之士 隋唐使两位大家太懂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于庚哲教授 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梦献时教授 都认为房玄灵是李太最大的支持者 房玄灵虽然没有抛头露面支持李太 但是让儿子房仪爱代表自己加入了李太的集团 房玄灵虽然没有公然为李太摇旗呐喊 但是在背后被李太推波助澜 展开全文李承贤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李世民知道 房玄灵是搞阴谋起家的人 也知道 他在背后支持李太 李世民的心理 虽然宠爱李太 但是还不想放弃栽培了十几年的嫡长子李承贤 李世民下诏 让房玄灵出任太子少师 李世民的本意 是让房玄灵去支持李承贤 不要在背后按做错搞阴谋支持李太 房玄灵来个故词 死活不肯出任太子少师 李世民没办法 只好批准房玄灵的子承 长孙无忌把宝家再打 外甥李承贤身上 结果李承贤让长孙无忌失望 李承贤被废之后 长孙无忌马上推出李治 作为长孙家族的利益代言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于耕哲教授 一针线写的指出 李太有自己的班底 一旦登基 就会启用自己的班底 长孙无忌只能靠边站 所以长孙无忌不支持李太 打个比方 李建成和李世民党争 李世民获胜之后就启用了自己的班底 李世民的几个舅舅斗鬼和斗虫都已经靠边站 斗抗斗鬼和斗虫都是台国功臣 战功和资历 足以入选灵阳阁功臣行列 但是 无一人入选灵阳阁功臣行列 李世民虽然没有对几个舅舅下手 但是没有让舅舅们进入朝廷中枢 李太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李太一旦登基称帝 估计不会队长孙无忌下杀手 李太队长孙无忌 估计会像李世民对斗家舅舅一样 给他们荣华富贵 但是 不会让他们官拜宰相之位 长 孙无忌的志向 是要当朝廷首相 肯定不愿意像斗鬼和斗虫那样 了却余生 房玄龄支持李太 触动了长孙家族的根本利益 长孙无忌和房玄龄 这对昔日生死与公的兄弟 在贞贯十七年因为立处的问题翻脸了 长孙无忌作为官隆集团的核心成员 联合李济 楚遂良 一起向李世民举荐李治 曾文本和刘思道 则是立荐李太 李世民左思右想 还是决定立立之为太子 李世民派以房玄龄为首的李太 党与不服 就让长孙无忌 李济 房玄龄一起 讨论太子人选的问题 此事点出新唐书的记载 原文是 太子承前废 地狱立晋王 魏爵 坐两一殿 群臣以霸 独留了无忌 玄龄 济严东攻势 李世民情绪激动 痛骂李成贤和李太不孝 然后拔刀做出要自吻的样子 长孙无忌赶紧抱住李世民 李济抢了李世民的刀 交给了李治 此事点出新唐书 原文是 太东击头 床 取配刀自下 无忌等经 征抱持 夺刀受尽王 长孙无忌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李治和三位宰相吓坏了 赶紧问李世民要干嘛 李世民斩钉截铁地说道 帝约 我御立金王 长孙无忌也斩钉截铁地说道 谨奉照 意义折战 参加议论的五个人 李世民支持李治 李治肯定不会自己反对自己 长孙无忌支持李治 李继是并州大兜兜府长使 是李治的老师 肯定支持李治 房玄龄是李太党羽 只有他会反对李治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一唱一和 明显是为了威慑房玄龄 房玄龄面对四比一的局面 只能接受立李治为太子的现实 李楚事件 房玄龄家错保 触动了长孙皇后家族和晋王李治的根本利益 房玄龄死后 李治和长孙无忌炮制房一爱谋法案 把房玄龄扔出太妙 让房世家族一蹶不振 李楚事件 是房世家族败王最主要的诱因 没有之一 本文史料来源 资质通鉴 新旧两堂书随唐往事系列贴文 由王福星原创 马字不易 请尊重原创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 本人已经和维权公司签约 委托维权公司代理维权 未经授权转载者 维权公司会代表本人维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